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在前两集穿了名牌鞋 穿了名牌衣服 还有他用的唇膏 现在通通带动询问抢货了 而至于靠着云化的月光变成国民世子万人民的普保健 回到现在展现一下他主持的功力如何 他答应接下KBS歌谣大助记 还有演技大赏 这两个大型颁奖典礼的主持人 谁会跟他搭呢 而他之前云化在月火记写下的收视记录会不会被破 现在看来是有可能 因为SBS的浪漫医生金师傅剧情非常的紧凑 收视率已经18.9了 那么在这里面的女主角 就是又吴海英走红的徐璇正 现在已经变成了浪漫喜剧女王的形象 在这里面他演一个有感情问题 有精神创伤的女医师 但是也展露了他曾经是女团歌手的歌喉 这次开口 呼应走音了 徐璇正就像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工作之余还不忘听歌抒发情绪 而且还大声唱得出来 就连有人站在他后面都浑然不知 自顾自地唱着Big Bang的歌曲 不过徐璇正可没有随便乱唱 至少音准和节拍都有到位 毕竟他以前可是发片歌手 留着一头长黑发布时露出灿烂微笑 徐璇正曾经是韩国女团Milk的团员 而且是SF娱乐经纪公司的旗下团体 比一比当时和现在的他外表成熟许多 但不变的是迷人的笑容 依旧迷倒许多粉丝 无奈2009年团体解散 徐璇正转网戏剧却发展 终于获得注意 自然不做作的演技备受肯定 透过戏剧偶尔还可以唱歌过过感应 能唱又能演 难怪在韩国的人气地位扶摇直上 TV北新舞地人杨慈英走好报道 我会认为他们的试图 我会认为他们的试图